嗨,大家好,我是Jesse,我是在美国妨碍协会中的亚裔部,美华妨碍协会里面工作,我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来做服务,为了很多的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提供服务。 在我一直在亚裔的群众工作的时候,我发现反反有癌症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面对癌症的时候,实在是遇到很多不同的难处,特别在纽约这一个非常多文化的城市当中,也有很多的新移民群众, 他们在要找寻适合的治疗,跟面对他们要面对的很多关于健保的缺乏都带起来很多的难处,语言的障碍也是一个非常难处。 所以我在一边工作的时候,我发现虽然美国的资源很丰富,但是说到在亚裔的群组当中的时候,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的改进。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,一个亚裔的群众,应该是大家一起起来,来发出一个声音,而且能够把我们的需要反映。 这样子才能够大家站在一起,来做同样的事情。 所以从这一个无知,比较丰富的社会,但是却有很多的缺乏群众当中,我们应该站在一起,来发出一个的声音,来支持这个事情。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需要参加,加入这一个的癌症的network,就是网络,大家站起来一起的,会所需要的向外面,然后说一些的声音。 所以在这里,我也在呼吁,如果你是中国人,你也有看到很多的癌症病人,跟他们的家属在面对这个饥饶个性当中,缺乏很多的机缘,也在挣扎很多他们应该怎么样的面对他们的难处的话呢。 欢迎你,我呼吁你,来参加我们这个的群体,一起努力。谢谢。 谢谢。